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 过去两天暴徒在港铁 机场大肆破坏 堵塞交通 但有恐怖性质 今天上午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连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 陈帆和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举行跨部门记者会 记者会上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抨击暴徒 在过去的周末中 暴力不断升级 对极端非法暴力行为予以最严厉谴责 称这个周末叫人痛心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 过去两天暴徒在港铁 机场大肆破坏 堵塞交通 目无法计 违法暴力行为不断升级 而且带有恐怖性质 据香港星岛日报两日报道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今日表示 过去的周末是叫人痛心的周末 他表示相关的集会并未获得批准 并批评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暴力示威者暴力不断升级 无法无天 对他们的极端非法暴力行为予以最严厉谴责 张建宗特别提到 昨日在东永永池外 有人拆下国旗并烧毁 这是挑战国家权威 冲击一国两制底线 他呼吁社会与暴力划清界限 表明政府一定会追究到底 并全力支持警方果断 全力执法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记者会上则表示 过去两天 暴徒在港铁 机场大肆破坏 堵塞交通 目无法计 违法暴力行为不断升级 而且带有恐怖性质 在8月31日当天 暴徒在多个区域与警方对峙时 曾投掷约100个汽油弹 其中在薛尼市道更造成猛烈的大火 李家超说 汽油弹相当易燃 如在港铁站投掷 后果会不堪设想 可造成严重伤亡 李家超还说 社会上仍然有默许暴力的现象 他敦促香港市民共同向暴力说不 共同维护香港法治 此外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还批评称 有示威者的行为 严重影响铁路安全运作 他表示 这种行为目无法计 令人愤慨 在过去的周末 共有32个港铁车站受破坏 他引述这一数字称 全港铁路网共有90个站 即有三分之一的车站受到恶意攻击 令港铁有5条路线被迫停运 昨日也有15个车站遭破坏 其中东永吉清一站的车站控制式受破坏 威胁到车站人员安全 陈帆还批评有示威者在路轨放置金属硬物 影响行车安全 认为这绝不能接受 对于今早再有人干扰港铁车路正常运作 陈帆对此做出强烈谴责 陈帆总结昨日机场的情况称 昨天共有25次航班取消 超过200次航班延误 港媒记者称周六冲突有人死亡 香港政务司司长当场驳斥 不要信尧 今天上午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记者会上 有香港记者向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提问称 周六晚上有人在和警方冲突中死亡 作为一个人 你有何评价 张建宗马上表示 周六晚上绝对是没有人死亡的 这些都是讹传 他说当日有46名伤者被送往医院 目前有19人留院治疗 其中有5人情况严重 14人情况稳定 他补充 请你不要误信谣言 绝对是虚构的 再强调这些谣言我们绝对要谴责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